过去一周市况大幅波动,周初先急升,然后在周三开始急跌,由于市场忧虑新兴市场走资,美国对华的2000亿美元进口货关税,以及腾讯00700手游业务受国策规范, 令到大市再创一年新低,跌至26600点水平,技术走势上,市况虽超卖,但仍未能摆脱弱势,除非短期内指数能纵上27000点之上企稳, 并且腾讯的高压能消除,其实对于贸易战的影响,市场应以大部分反映,港股之弱势,主要是因为北水的购源压力,上周的跌市, 以跌幅而论港股是全球之冠,当中除了是腾讯跌得多之外,所有在过去一年受北水追捧的股份皆全面下跌, 似乎内地的去杠杆及资金链问题,继续对港股构成压力,若以玄学的角度,本周的日子相对有利股市, 大市应该会出现较显著的反弹,暂时不用过分悲观,本周每日的股市走势预测, 周一月至日天干属木地支属火,木生火之局,走势形反复,略为偏好,周二丙五日天干地支皆属火, 传火之局,逐步回升,周三丁未日天干属火地支属土,火生土之局,持续向好,周四无生日天干属土地支属金, 土生金之局,反复靠稳,周五纪有日天干属土地支属金,土生金之局,出现回吐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